滴滴出行上市后 不足一周便深陷监管危机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监管机构正在考虑 给予滴滴公司严厉 有可能事前所未有的处罚 消息人士指 滴滴由于无视监管方对数据安全的忧虑 贸然赴美上市 或将面临严厉 甚至是前无未有的处罚措施 内容包括罚款 叫停部分业务引入国资 更严重时或会勒令其从美股退市 被问及滴滴为何不听劝告时 知情人士紧说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内地网信办 国家安全部 自然资源部 交通运输部 税务总局等七个部门 上周进驻滴滴总部 开展网络安全审查 彭博引述消息人士称 滴滴无视监管层 顾虑的信息安全问题 禁止赴美上市的行为 或将为他带来破天荒的责罚 有可能叫阿里巴巴28亿美元 182亿人民币 的反垄断重罚还要严厉 不过 有关讨论仍处于初步阶段 详情尚未清晰 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监管机构很大程度上 支持滴滴上市计划 唯一至少在今年4月份 即滴滴上市前夕 表达过其对数据安全做法的忧虑 其中一点担忧是 滴滴暴露了政府官员 乘坐出租车的出行数据 报道指 监管层曾敦促滴滴在上市前 确保数据安全 又建议将上市地转移至香港或内地 以降低风险 不过 未有明令禁止赴美挂牌 因为他们认为 滴滴能够理解官方指示 滴滴于6月30日 在纽交所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为滴滴 滴滴发行价定为14美元 发行3.17亿股ADS 比原计划的2.88亿股多10% 以发行价计算 DDIPO的估值超过670亿美元